原本的狀態是救救臺灣龜 那主要是從 原本是臺灣龜過去盜裂的狀況 然後原本想要揭露 臺灣龜這些被盜裂狀況以及嚴重性 還有最終的判決上的不平均 那後來就是放大想說 其實是整個野生動物保育法做的問題 那所以今天其實就 直接從救救臺灣龜變成救救野生動物保育法 然後我們今天原本第一個目標就是 準備把野生動物保育法過去 從我其實暫停到現在 所有曾經的判決準備爬出來 那一開始加入了兩位大家都是文字的 那外交我本身也不是誠字的 我們原本一開始是準備說 慢慢的課出來 就是從開始去那個查詢 司法查詢庫裡面去查詢 然後查詢完再把連結抓出來 然後再把總列抓完 然後後來那個農林王重幫登場 之前幫我們把這邊全部查出來 所有的連結爬出來 那在這樣情況下 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事情就是 藉由進去設計連結 然後把每個判決文裡面 可能有的動物 預計就是會有的動物種類數量 還有判刑的試乃動種類 刑期、罰期 然後還有他可能是判了幾次 幾層定驗等等 那可能有時間的話就會去找一些 國外針對野生動物保育法律來做比較 那甚至會去進一步去探 探索一些空間時間的變因 然後以及 想要去突顯就是說 有時候到底最早查詢多少量 可是他就會去 例如他查了兩隻被判的最高刑期六個月 他查了兩千隻還是被判的最高刑期六個月 這些比較奇怪的地方 那再延伸的話就是 我們想去探討是這些被判刑者他們的背景 例如他可能是一位一審判刑他就更令驗了 可是後期他可能財力很豐厚 他二審三審才去判刑 然後最後可能判刑很輕 這其實也是可以代表他們覺得 每個人的背景是不同的 那甚至想要進一步去查一下 過去幾年 有一些確定有收貴的司法人員 他們是否曾經經受這些判選等等 然後之後再去分析這些資料 那這會持續再見 謝謝大家